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取材于电影《哈拉玛丽》的美式观用语 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IMDB对这部电影的简介 它说 A man gets a chance to meet up with his drinker from high school Even though his date with her back then was a complete disaster 那这个主要是在讲这个Mary 然后和他高中在暗恋他的这个男生 那他当初曾经在高中的时候跟Mary date过一次 那时候搞了一团混乱 那结果后来他长大以后过了十年 他又有一个机会重新认识这个Mary 那所以这个的话他主要就是在讲 他在追求Mary的这个过程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美式观语叫做Pop the question 那大部分的话就是说 比较正式的用法是用这个Propose这个字 那这个动词的意思就代表说 像某人求婚 对,那美式观用语就是说 在电影里面啊 或是说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不一定会用Propose这个讲法 他们会用说Pop the question 对,那这两个意思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the question其实就是那一句话 就是说Would you marry me? 对,那他用动词Pop Pop就是好像有点说 突然讲出来爆开 对,因为这个question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这个动词的使用 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是蛮有趣的 他用Pop这个字 好,那所以下次人家问你说 哦,Did you pop the question yet? 那他的意思其实就是问你说 哦,你跟你的女朋友求婚了吗?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下一个叫做 Catch someone red-handed 对,那red-handed 因为这个red代表什么 因为血是红色的 对,那如果说 哦,一个杀人嫌犯 当场他在杀人 才刚杀完以后 就被警察抓到 那他手上沾满了鲜血 那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就是代表说 哦,我当场就抓到你犯罪 确证最早的证据 好,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上都是犯人的鲜 就是受害人的鲜血 OK,好,那中文的话 就是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人章俱祸 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叫做 Quit while one is ahead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中文讲的 叫做见好就收 对,那这个非常直接 那你就只要记得说 哦,当你要讲见好就收的时候 英文用法是什么 Quit while one is ahead 就是怎样 当你在前头的时候 就是你领先的时候 你就怎样 你就说,哦,好,我不玩了 那这尤其是 啊,在赌场可以用到 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 你跟一个朋友出去 啊,去啊,casino 就是赌场 啊,稍微赌一下 那他可能怎样 他赢很多的时候 他就发疯了 就是要一直赌一直赌 那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哦,please quit while you are ahead 那意思就是说 啊,见好就收 我们今天赢这样就好 要不然等一下又要把所有 赚的钱都输回去了 OK,好,那今天的话 我们稍微快速复习一下 pop the question 其实就是propose的意思 就是问,啊,求婚的意思 好,那下一个叫做 catch someone red handed 这意思就是 人赃俱获 就是当场我就抓到你这个 所有犯罪的啊,证据确凿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 quit while you are ahead 这个就是中文说的 啊,你要见好就收 那英文讲法是说 当你在领先 啊,当你情势很好的时候 哎,那你就搜索不完了 你就quit了